最高 感谢大家今天来啊 8月40下午 巴黎奥运会金牌得主邓雅文返回家乡四川 来到他日常的训练基地 位于成都新京的四川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分享夺冠感悟 一下车在于归来的邓雅文就受到师生们和当地居民的家道欢迎 他也亲切地用四川话向大家表示感谢 北京时间7月31日 18岁的邓雅文在巴黎奥运会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上 凭借两轮出色的发挥拆得冠军 这也是中国自由式小轮车项目的首枚奥运金牌 自由式小轮车作为一门新兴运动 在东京奥运会上首次成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 但当时中国队并未取得比赛资格 对于中国自由式小轮车运动而言 邓雅文的这枚金牌意义非凡 因为小轮车就像我一直说的 它是一个小众项目 这枚金牌可能让大家更多认识到了小轮车这个项目 对我们这个项目的推广度和一个广泛的关注度可能会更多 现在这枚金牌获得了以后 大家更愿意去关注小轮车本身走进小轮车 小轮车也好还是滑步车也好的朋友 我只能说就一句话就是 努力不一定会有结果 但是不努力一定没有结果 回到训练基地 邓雅文的第一感受就是回家了 2017年专攻田径的邓雅文改练自由式小轮车 并在这里开启训练 包括我一开始在这边第一次骑车或者第一次摔跤也都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几年对我而言 这个中心更像一个家一样的感觉吧 通过邓雅文现场的分享可以感受到 中国历史上首个自由式小轮车项目奥运冠军的光环 并没有牵绊住这位18岁小姑娘未来的道路 关于下一届洛杉矶奥运会我有什么目标 我一直以来回答的都是太远的目标 我们说太大或者是说我要蝉联 可能会不太现实 也可能会给我以后的训练增加一点心理压力 那么我能说的就是我下一步就是走下领想台一切归零 然后继续做自己不忘初心